一大片空地這裡是高雄男子中油煉油廠就職 也是台積電未來的設廠地點 台積電終於點頭在高雄設廠 不過一開始高雄的條件其實很不吸引台積電 我們的處長副處長局都進駐在現場 就看整個現在污染的整治狀況 到目前是進度有稍微超前 所以我們每天都有一個報表 我自己都會看 台積電原本認為高雄缺水缺電又缺土地 立委管閉靈跟爆料台積電 甚至在市府登門報告時 邊吃邊聽漫不經心 沒想到市府不僅將中油土地整治的責任 攬過來更努力排除水電問題 五年內我們大概要發展一GB的這個綠電 但也配合了我們高雄的能源轉型 所以我們在電源的公寓的這個部分 是從來沒有問題的 也多元開發我們的水資源奏效 包括說我們的浮流水 包括說我們的這個62個申請 申請的這個對我們備用的這個水源 高市府使出洪荒之力 短時間滿足所有條件 把台積電嚇了一大跳 終於成功讓他宣布進駐 也讓高雄有更多工作機會 北漂族渴望返鄉 但議員指出台積電的稅 高雄恐怕都收不到 稅收是他在收啊 第一次我們的機會成本有多大嗎 台積電這一塊我們的五清 這個中油這個煉油廠 我們討論了十幾年 這個對北高雄都市發展能夠帶來多少效益 這個機會成本都已經歸為零了 就是給台積電了 統籌款分配公司啦 它有它一定的將益性 這是一個制度壓垮高雄啊 這是最大的問題啦 要超前部署 要做好準備 要提供足夠的社會住宅 讓高雄人可以真正的買得起房 不要因為台積電的設立 而高雄人為蒙其力而先手其害 台積電來高雄設廠議員擔心有環境問題 更別說花了大把經費整地稅收 還有可能都是中央在拿 不過護國神山台積電 無論要在哪國哪處設廠 都能掀起紅洞 華語新聞李維凱 會紅與白雲飛高雄報導 從銅板市民經濟 到國際貿易佈局 看見新東協節目 感謝您長期的支持 現在我們全新改版 延長為一個小時 華語新聞台 看見新東協 帶您更深入探討 東協商情與政經發展 各國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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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 今 高雄 二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